海归男父二代见面就送豪车 美女教师以身相许 哪知竟是噩梦开始 眼前这个文质彬彬的男人是骆先生 之前一直在国外留学的他 毕业后选择回国创业 由于长时间忙于工作 导致他29岁还是单身 为了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他在网络上认识了模样俊俏的陈芳 初次见面 骆先生便对这个女人一见钟情 从那一刻开始 只要陈芳想出去逛街吃饭 骆先生就会二话不说给对方转钱 两人确定关系后 骆先生更是每个月给陈芳开出一万元的生活费 其他支出则另外再给 本以为自己的付出可以得到陈芳的认可 哪知不久后陈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 陈芳以考虑答应嫁给骆先生为由 要求对方给他购买一辆奥迪TT 可那时骆先生的公司正处于发展初期 这让骆先生陷入了迟疑 因为陈芳看中的这款车价值五六十万 倒不是骆先生拿不出来 只是一旦把钱拿出来买车 公司的资金链很有可能会出现断层 于是他便和陈芳商量 只要公司缓过这段时间后 立刻把车买回来 可是他的好言劝导并没有得到陈芳的认可 从那天起 陈芳的态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对待骆先生也开始变得爱搭不理了起来 感受到陈芳对他的冷落后 为了挽回陈芳的真心 骆先生忍痛将自己在新西兰的房产卖掉了一套 原本高价买回来的房子 由于急需用钱 最终以二百万的价格卖了出去 而这笔钱骆先生并没有留在手里 他先是给陈芳买了一辆奥迪TT 然后给陈芳的父亲买了一辆奔驰 剩下的钱也都全交给了陈芳保管 按理说 这样一个舍得为自己花钱 又一心中意自己的男子 陈芳应该十分满意才对 可当二人相处了三年 婚礼的事宜都协商妥当后 陈芳却突然提出分手 当记者询问起分手的原因时 陈芳委屈不已地表示 一切都是因为对方太抠了 这番话又是从何说起呢 海归男爱上美女教师 狂砸二百万讨对方欢心 不料女友竟然婚前变卦分手 并直言对方就是个渣男 陈芳的变化让骆先生十分不解 他不明白自己真心对待 为什么得到的是这样一个结果 明明婚事已定 女友却突然消失 电话不接人也找不到了 感觉自己是被骗婚后的骆先生 直接找到了陈芳父母家里 由于对方始终不愿开门 气愤不已的骆先生选择用砸门的方式 逼迫陈芳现身 动静越闹越大 围观的邻居也开始变多了起来 眼看躲不过去的陈芳这才现身 但是他言语坚决地表示 自己是不可能和骆先生结婚的 看着陈芳绝情的模样 骆先生当即要求对方 归还自己为其父亲购买的奔驰车 但陈芳坚决不同意 看着陈芳蛮横的模样 骆先生越想越气 本想上前暴打陈芳一顿 却遭到了陈芳父亲的制止 他就来我家 就是靠门 然后我开门之后 他就大草大闹 随后二人便在陈芳家门口扭打在了一起 好在围观的群众报了警 事情很快便平息了下来 陈芳的父亲最终同意将奔驰车归还给骆先生 可回去后的骆先生越想越气 随后要求陈芳归还自己为其购买的奥迪车 眼看自己和对方相处了三年 现在手里就只有这辆奥迪了 陈芳说什么也不愿意归还 看着陈芳的态度如此强硬 骆先生也不再惯着对方 直接将发生在二人身上的事情发布在了网上 并配上了详细的聊天截图 以及陈芳的联系方式 这让陈芳一下子在网上火了起来 很多网友在看到这件事后 纷纷对陈芳展开了谩骂 但是陈芳并不在乎这些 若无其事地过着自己安逸的小日子 看着陈芳依旧我行我素 骆先生又将事情转发到了陈芳的亲朋好友里面 事情经过发酵后 周围人看待陈芳的目光里充满了异样的神情 这让陈芳有些坐不住了 他当即出面表明了自己的冤屈 在陈芳看来 自己与骆先生分手完全是对方太过于小气 况且二人已经和平分手 骆先生不应该再来打扰自己的生活 那么他口中的小气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这样现在就是弄得我 都不敢交男朋友 海归男网恋美女教师 狂砸二百万买房买车 竟被对方嫌弃太小气 陈芳认为谈恋爱花钱是很正常的事 二百万也不算多 毕竟自己跟他谈了好几年了 但是自从答应与对方结婚后 骆先生每个月给他的零花钱 直接从一万降到一千 这让陈芳难以接受 二人还没结婚 骆先生就变得抠抠嗖嗖了 真要嫁给对方 指不定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心里受到落差的陈芳当即向骆先生提出了分手 至于骆先生在二人交往时所花的几百万元 在陈芳看来是件平淡无奇的事情 毕竟谈恋爱本来就是要花钱的 自己也耗费了几年的青春 至于骆先生口中的骗婚仪式 陈芳直言自己才是受害者 起初骆先生与他交往时 就想好怎么算计自己了 不然也不会在即将结婚时 突然更改了生活费的标准 如今的陈芳很庆幸自己选择了毁婚 不然往后受委屈的日子恐怕还多着呢 但是一想到自己现在的处境 陈芳委屈得直掉眼泪 因为骆先生在网上的一系列操作 让他成为了当地的名人 很多人在看到他时都忍不住指指点点 把他安逸的生活毁于一旦 如今骆先生还要求自己归还当初送给自己的奥迪车 原本始终不愿低头的陈芳 最终还是松了口 但是他并没有选择直接归还 而是把车卖掉后与骆先生平分 随着分手协议的签订 二人彻底成了末路之人 回想这几年的生活 陈芳感觉自己十分不值 自己耗费了三年的青春 却换来了这样的结果 最让他难以接受的是 骗婚 贪财 爱慕虚荣这些不好的词汇 从此以后都会成为他身上的标签 这让骆先生成了他心中最为痛恨的人 原本作为海归富二代与青春靓丽女教师的结合 可以成为外人羡慕的对象 如今却演变成现在这番模样 只能说万事皆有因果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 觉得这件事谁对谁错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评论区留言